大家好,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今天再為大家介紹一個 就是給Mac這種筆電 裝Windows 11的軟體 那這個軟體叫UTM 其實我之前已經拍過了 而且看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也因為看的人很多 所以問題也不少 在我錄完教學之後 它似乎有改版 然後有一些問題點是一直累積的 譬如說第一個 在裝到一半的時候它會卡住 我當時在錄的時候 它是很順利的就跑完了 但是後來就不知道為什麼 再跑到一半的時候要卡住 要自己去按一些設定鍵 讓它跳過這個問題 它才會能夠繼續安裝 那第二個呢 之前我提供的那個印象檔 微軟已經把它過期了 就是它那是個預覽板 但是預覽板又有期限 你如果用了版本裝 你一裝它馬上就可以顯示過期 甚至已經不能用了 那第三個是更常見的 很多人好不容易裝好之後 會發現不能安裝注意 那那個時候我的解決方法 沿途炮 就乖乖的等 等久了 它有時候就自己裝起來 後來我認真研究了一下 發現它有一個更新那邊會卡住 我們要自己去下載安裝 你只要安裝完就好了 所以我打算這整支教學推導從來 大家直接看我這篇就好了 開始之前我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原則上 以前的MacBook 要裝Windows 並沒有那麼複雜 只要裝Pocaine 你就可以直接做一個雙系統開機 這是不用錢的狀態下 但是你換到N1、N2之後 就沒辦法再用Pocaine 你只用PD 但是那套非常非常貴 而且要改訂閱制 其實我老實講我非常不喜歡它 因為我已經買了三次了 它每次隔年都要再買 無窮無盡 那訂閱的話 因為Mac並不是我的主力筆電 我幾乎都是為了測試我才會裝Windows 我實在是不太想訂閱 雖然不是花不起這個錢 就是Keymome一樣 那今天也是為大家直接用虛擬機的安裝方法 來做Windows 11的教學 但是我必須畫講在前頭 如果你是重度使用者的話 我還是建議你去裝PD 或是我們之前有介紹過另外一款 外接的裝置 它可以跑Windows 也可以玩Steam的遊戲 會比較方便一點 用UTM真的是你沒辦法 然後你不想花錢的狀態下 你可以這樣用 但是它可能就會遇到各種問題 接下來阿達就為大家用新版教學 來教大家如果在 N1或N2的MacBook或Mac去裝Windows 11 我到時候下面都會放網址 就各種你需要下載的資料都會放網址 然後這邊它就有一個 GET UTM的網頁 我們直接點進來之後 它會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免費下載 那另外一個呢 就直接跳到App Store 它的價格老實說也不貴 才320塊而已 如果你經濟允許的話 你就去買這個版本 因為它會一直更新嘛 如果說你不想花錢的話 沒關係 那你就直接從我剛剛提供給你這個網址 它這裡有一個download 然後我們就直接點download下載 它就會下載一個安裝檔 那安裝完之後啊 接下來我們就直接看一下 我們已經安裝下來的檔案 那你在這邊可以看到這個UTM 它安裝也是非常無腦 如果是X-DOTE下載的話 原則上你只要付錢 它就自己跑出來了 如果說你要自己手上安裝的話 你就把它點開 點開之後啊 這個視窗 你只要從左邊把它拉到右邊 它就會安裝了 這樣就很簡單 像我這個已經安裝過 就當作大家已經裝完了 好 接下來我們就開啟UTM 裝完之後直接打開 那這邊大家可以看一下 以這個頁面來講的話 像這個就是我之前已經安裝好的 Windows 11 那在這邊呢 就是我們接下來要準備安裝的內容 如果說你要安裝的時候 第一個你只要選建立新虛擬機 然後呢 你就再選這個虛擬化 那接下來就是要安裝的作業系統 我們就選Windows 接下來這邊啊 你要自己從微軟官方那邊下載 VHDX的印象檔 那這邊就卡到之前我剛剛講的那個點 因為之前我分享那個版本 它已經過期了 現在大家可以直接下載 下面提供的那個網址 但是它有一個流量限制 抱我也沒辦法 方法也很簡單 你只要去點這個 下載Windows 11 for on的這個 我們就直接先點開 它就會跳到微軟的頁面 大家看 因為我已經註冊過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經註冊 且登錄過了 所以我在這裡 我就可以選擇版本 請你下載最新版 因為舊版的22598已經過期了 它最新版就是這個 請大家下載這一版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直接來做賄賂 因為我已經下載完了嘛 那我這邊就直接瀏覽 就是這個檔案 我就直接點下去 點完之後呢 那我們接下來就點下一步 那在這裡啊 就要設定記憶體 如果說你的Mac 是剩下16GB的話 你可以切8GB 那像我這台 我只有8GB怎麼辦 就給它切個4GB給它 那核心數的部分 因為這個Mac N1 都是8核心 所以這邊你就把它切一半 用4核心 那接著呢 我們就再點選下一步 這邊就是要設定 你要不要共享一個目錄給它 這邊我是建議大家要設定 它並機不像PD一樣那麼方便 如果是用PD的話 它可以直接從裡面互讀檔案 但是呢 因為你用虛擬機 那我們可以設定一個目錄 就是你可以把Mac下載下來的一些檔案 Windows用的 你就放在那邊 或者Windows做完要給Mac用的 你就放在那邊 它們兩個才能互讀 那這邊我們就直接選擇這個瀏覽 我們就先直接共享一個目錄給它 那這邊呢 像一般的 我會建議你就直接設定像文件 或者是你就設個下載也又可以 那這個目錄原則上是圍堵的 這點要注意一下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點下一步 那這邊呢 它就會問你要不要繼續設定 我個人是建議啊 你就不要設了 就全部都用預設紙 儲存 這邊設定完之後呢 它就再準備等它跑完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做完這動作 跑完了 那接下來我們直接執行 它就會開一個像DOS一樣的視窗 然後開始做類似像正常的 Windows安裝的動作 那這邊呢 其實都沒有什麼 我們就是看著它跑 接下來就準備遇到 安裝的第二個難點 第一個是Windows的版本 第二個就是它等一下會卡住 看一下 熟悉的Windows 11的介面跑出來 這邊是開始安裝 那在這邊呢 大家可以選擇你的國家什麼的 但是其實你不管選哪一個國家 到最後呢 它也只有英文 因為這個預覽版 它也只有英文版 它沒有什麼中文版 所以你選擇國家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那接下來是選擇鍵盤 那現在這邊就一直下一步 這就沒什麼 然後接下來這邊就卡住哦 正常來講啊 接下來這邊 它應該是要 有一個跳過的動作 但是這裡沒有一個Skip 那怎麼辦呢 那之前阿達有分享怎麼 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只要在這個頁面這裡 按住FN Shift 跟F10 有沒有 出來哦 那接下來 我們就自己輸入 跳過網路的那個指令 那在這邊我們就輸入 OOBO 反斜線 BuyPath NRO 然後這樣按下去 這視窗它就會重新開機 那重開機之後 你就會看到Skip 剛剛為什麼卡在那邊 因為啊 剛剛到那邊 它會要求一個聯網的動作 問題是 我們這個時候 連驅動程式還沒裝上去 沒辦法聯網 所以會卡在那裡 那我們就輸入這個指令 就是強迫它 去跳過網路的安裝 現在等它重新開機一下 好 Windows 盡量要出來了 這樣有沒有看到 我們只寫了OOBO那個指令之後 現在這個 I don't have internet 就出來了 不然的話你會卡在這裡 根本動不了 好 那接下來一樣是下一步 讓它跑完 那這邊就看你要輸入你電腦名稱 看你要輸入什麼 那接下來就是正常的Windows安裝 這樣子跑完了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這個Windows 好像能用對不對 但是它有一個問題 它現在聲音是正常的 但是網路是沒有反應的 我這邊點開 網路 它是沒有Wi-Fi 那怎麼辦 那我們看一下裝置管理 而且它的顯卡那邊 其實也是有問題的 就是它的顯卡是還沒裝上去 所以它的字會非常醜 大家可以看 這麼多都不能用 那怎麼辦 很簡單 在這邊 大家可以回到我們的虛擬機這裡 它這裡可以掛一個叫CD跟DVD的 那我們在這邊就掛上一個檔案 這個檔案叫做那個 SPICE 就是UTM的Windows 11的驅動 我們只要掛上這個驅動之後呢 對這個虛擬機來說 它就掛了一個有驅動程式的光碟片上去 那接下來我們再回到 我們剛剛的UTM裡面去 這個時候大家看在這裡 我們電腦裡面就多一個光碟機 有沒有看到 這個CD用 好就這一個 接下來很簡單 你知道點執行 然後一直下一步到底 就搞定了 但是我跟大家講 它雖然在這邊幫你裝了像網路驅動 音效驅動 還有顯卡驅動 但是這個虛擬機 你不要幻想它能拿來玩電動 它跑不動 就算是PD啊 它的相容性也不高 你如果要玩電動的話 請去買 我之前分享過的另外一個外接的 但是那個的相容性也沒有說百分之百 大概也是六七十而已 當然現在的新版的Mac 有一個可以讓遊戲玩得更好的一個介面 但是那個東西是給開發者用的 它不是給一般人用的 原則上 你要想在這種一般的Mac上玩電動 第一個你可能機條買大一點 那第二個你硬體要再買高一點 譬如說買個N1 Pro 還是N2或以上的筆電 你玩電動會比較有希望 好那現在裝完之後 給它reput 大家看 有沒有覺得它解析度變高 就是驅動已經裝進去了 好 有吧 那接下來我們再看一下裝置管理 現在最起碼的第一個 就是網路外邊是通了 大家可以看 這邊網路已經通了 好 通了之後呢 接下來 大家看一下 好 這樣子就可以用 目前這樣子基本的 大家可以看 基本的遊覽跟使用 究竟沒有問題 但是呢 比較大的問題是在於說 就是沒辦法輸入的問題 那給大家看一下 假設你要輸入 你會發現它是沒辦法切換 它可以輸入英文 但是呢 它是沒辦法輸入中文 它沒辦法輸入中文 要解決也很簡單 大家可以看 我們直接到 設定裡面去 那這邊就有一個語系 我們來時間跟語系這邊 選擇 語系 那這邊呢 你可以選 但是這個預覽版都是英文 所以是沒有用的 那我們這邊直接加入一個輸入法 我們就加入台灣這個 好 Less 它就會跟你說要裝這些東西 就直接下一步 其實這個手寫的時候不一定要裝 但是這個會裝不完 等一下大家看就知道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大部分人裝到最後之後會卡住的點 那之前呢我的方法 我就是真的慢慢的等 它就會下載完 但是呢 這個basic typing 它寫是錯誤的 那在這邊呢 我們要自己去下載一個更新包 它就是缺了這個更新包 所以它會無法使用 就算你安裝完了語言包 它也是裝不完的 我們先讓這個跑一下 裝完了 當然這邊卡住 那卡住怎麼辦 如果再點 它一樣會卡住 最大的問題就是這個basic typing 這個 你是沒辦法從其他地方下載的 它會一直卡在這裡 那後來我去找了這個錯誤代碼之後 知道說要灌哪個程式 你要先去做Windows更新 更新完之後它會下載 DarnNet 4.8那個 看到沒有 在這邊 它就有一些更新要先下載 那我們先把這個 DarnNet Frameworks 這邊 一定要讓它先裝完 這個裝完呢 我們接下來 才能裝剛剛那個更新 好 我們先等它跑完 好完成之後 我們接下來再繼續回到剛剛這邊 這個語言跟語系這邊 好 然後一樣回到中文 來這個language這邊 再搜尋 再更新 再下載一次 好 那接下來這邊 再下載 簡單講 我們如果沒辦法輸入中文的時候 你要先去做Windows更新 更新完之後它會下載DarnNet 4.8那個 那下載完之後 你再回到 我們這個語系去下載這個basic typing 就是註音的部分 這樣子就可以把註音裝進去 那接下來我們來試試看 那這邊我們應該輸入 我們就在 反體中文 播放出來了 那我們試試看 有沒有 這樣子就可以使用了 就是這麼簡單 那剩下的部分呢 大家都會自己去研究看看 其實到這邊 原則上已經把Windows 11那邊都裝完了 雖然說有一些像 確認4沒有錯誤 那是沒辦法的 除非看UTM那邊官方有沒有 把確認4的套件 再更新一點 我這個確認4也不是最新的 但是我前陣子看官網好像拿掉了 所以這是我之前的備份 如果大家有更新的版本 歡迎提供給我 可能會讓這個更正常一點 那目前這樣子 你就已經可以完整的使用Windows 11了 那如果你要共用檔案的話 因為我們剛剛把文件檔 就已經設定在文件那邊 所以你只要把你要共用的檔案 放在文件那邊 我們這邊可以開啟網路上的方鈴 它問你要不要探索 那我們這邊就打開網路探索 接下來我們就再回到我們的PC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有個Z槽 這個就是我們的共享磁碟 就是剛剛設定文件夾裡面的檔案 這邊是圍堵 你就可以去做開啟的動作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在我們設定完輸入法之後 你可能會說 那這個介面能不能改中文 其實是可以改 不過因為它的預覽版 原生介面就只有英文而已 所以你要改是可以 一樣是進入語言跟時間那邊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上面的英格語區 下面就有個中文 因為剛好我們已經把語系裝進去了 我們設定完中文之後 我們就再登出 然後再登入 有沒有看到桌面上的這些東西 像智能回收筒這些 它就變成了是中文介面 像這個程式設定這些 也都變成中文 但是呢 有一些細節 它並沒有把它全翻成中文 進入到設定裡面 這個菜單 一樣是英文 不過就從看得懂就好 在最後還有一個地方就是要講 就是有的人問說 像我設完虛擬機的話 它是不是會佔硬碟空間 會 像我們切了多少容量給它 它就會佔了實際上多少硬碟 像我這個虛擬機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佔了16G的空間 那這個是20GB 它其實它的容量是共享的 那但是如果你不想要佔空間怎麼辦 很簡單 你只要在你這個虛擬機上面 點兩下 然後我們這邊選擇 刪除 這個時候你要記得 你要先關閉你的虛擬機 然後再登出 關閉完之後 進入UTN介面 然後選擇你想要砍掉的那個磁區 刪除掉 它就沒有了 剛剛我們做的Windows 11就不見了 它也就不佔空間了 你不想再用這個系統的話 你知道在這邊 把UTN裡面的磁區砍掉就好 所以非常簡單 不佔空間 那以上呢 就是如果在 N1或N2 Mac裡面 用免費的UTN 安裝Windows 11的教學 希望對大家有一點幫助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 也歡迎在下面發問 我會盡力為大家回答 畢竟這個Mac 真的不是我的原生的作業系統 以上分享給大家 我是電腦網站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跟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你還有很多MP 我不想再找工作 我不想再拒絕 我也要去找工作 不想再找工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